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沙拉越是多元种族的社会 包容和团结精神是维持社区和谐的主要关键 在达雅节庆典上 沙拉越中元首敦·阿布德达耶 现次的时候说到 达雅族设有很多不同的社群组成 大家团结且保持良好关系 而沙拉越也被视为全马最和谐的帮州 阿布德达耶表示 现有的团结精神和政治稳定 使得该州在发展上取得令人鼓舞的表现 他期望沙拉越子民的团结精神能够持续下去 让沙拉越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我和我的大夫人和妻子都在 我和我的家庆典上 我的婚子都在 我和我的心思想 而言之后 我和我的心思想 祝福 祝福 今年的达雅节处在冠病过渡至地方性流行病阶段 他提醒民众在欢庆佳节时仍需要小心防疫 大马皇家空军建军六十四周年 今天在苏方空军基地举行阅兵仪式 国家元首苏达多那和元首后登国阿西萨一同出席 并在仪式上感谢空军人员退役空军 以及格职员一直以来为国奉献的精神 陛下表示大马皇家空军一直是保卫国家的重要支柱 同时也是人民的盾牌 因此需要与时俱进 装备能力需要符合当前的技术发展 最新的技术运用不止局限于飞机的能力 同时还包括提升运输、培训、空域管理等等方面 陛下希望部队能够继续迈进 成为先进且在国际舞台上受信赖的部队 首相达多斯里斯曼萨比保证 如果国阵已经准备就绪 他会立即寻求解散国会 不会拖延举行第十五届全国大选 也是部统副主席的伊斯曼萨比强调 将会和国阵领袖商讨来借大选的志气 主席的剧 他將在國鎮成立第四十八周年慶典大會上發表演說時 提議國鎮採取三大步驟來迎戰大選 第一 提升工作文化 提高黨員對黨的忠誠 第二 贏得民心 以及第三 制定勝選策略 同時 首相也放眼國鎮能在來屆大選贏得三分之二的多數議席 延續惠民政策 以及促進國家繁榮 首相德德斯里斯·麗沙比在國鎮第四十八周年慶祝大會上 也感謝烏統和國鎮領袖在去年八月二十號支持他任相 同時 耶斯·麗沙比也對國鎮成員黨支持他在第十五屆 全國大選勝出後 作為國鎮的首相人選表示感激 全國大選勝出後 贏得民政策略 首先表示 国阵建党历史悠久 经验丰富 他希望能够重新提升国阵的政治地位 手组口证近期在我国迅速传播 尤其是人口最为密集的雪兰额 截至5月28号 雪州卫生局通报中内 出现18,146例手组口证病例 不过 州卫生局总监德德莎利表示 雪州的手组口证情况依然在控制范围 雪州卫生局透渡 人口密集度高的巴达林县 是录得最多手组口证病例的地区 暴6,111例 其次 为乌鲁冷月2,965例 额麦县2,537例 关拉雪兰额 关拉冷月以及巴生县 则录得共1,400例 至于乌鲁雪兰额以及雪邦县的确诊病例 则少于1,000例 为了对抗手组口证 雪州卫生局也和首相署 教育部 以及托儿所和幼儿园负责人 商讨预防措施 降低手组口证的传播机率 亦有抗手组口证的動作 而最终的动作 接下来有病例 但至少于尤尔 也会受到整个国家的治疗 州卫生局指出,尽管感染手足口证的人数还在上升,但情况目前受控。 当局已拟定防疫标准罪程序给父母提供参考,避免他们在得知孩子染病后张皇失措。 玻璃市的手足口证情况这一严重,到医院和诊所求医的儿童人数持续上升。 之前暴毙去年的病例暴增10倍。 本台记者特意走访当地一间诊所,发现诊所一天之内需要收治10到15名儿童患者,情况令人担忧。 该诊所的事务经理阿玛法杰尔透露,手足口证病例自上个月开斋节之后激增, 相信是与冠病过渡至地方性流行病,政府放宽限制有关。 他呼吁家长,如果发现孩子出现手足口证的初期症状,一定要让孩子尽早接受治疗。 截至目前,玻璃市发现有10个感染群,涉及5所托儿所、3所幼稚园和2所幼儿园。 燃油和食品价格上涨,我国2021年的通货膨胀率达2.5%。 大马统计局首席统计师达德斯林曼·乌秀指出,在552项物品当中,具有184个食品价格上扬。 2021年,大马消费者物价指数报告发现, 冠病大流行已经对这个社会的日常生活造成重创。 2021年的通胀率与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前相比,高出0.7%。 穆罕默胡秀说,单单是食品和饮料组,就有八成的饮料和食品价格上涨。 他解释,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食品通胀造成影响。 另一方面,政府去年9月停止提供在保护人民与经济复苏配套下长达3个月的电队折扣, 给增加我国在2021年的通胀所带来的压力。 无论如何,政府落实全民免费的新冠疫苗接种计划, 逐渐恢复了商家的信心,从而增加消费者的消费力。 此外,政府早在去年10月全面开放跨州以及经济活动, 这也有助国家的经济复苏,尤其是分销和零售行业。 至于东盟各股,2021年的通胀率介于1.2%到3.9%, 菲律宾的通胀率最高为3.9%,通胀率最低的国家则为泰股,只上涨1.2%。 为了稳定国内的鸡肉价格以及确保货源充足, 我国的火机出口禁令今天开始生效,直到生产和成本稳定为止。 随着出口禁令启动,邻国新加坡首当起冲, 因为当地有34%的鸡肉都依赖我国供应。 该国一些鸡饭业者表示,如果买不到新鲜的鸡肉, 他们将不法继续做生意。 我国的鸡饲料以进口的古粮和大豆为主, 受不稳定的气候和俄乌冲突影响, 全球目前面临饲料短缺。 国内鸡农表示,饲料短缺影响鸡的成长速度, 以往一年内能有7次的收成周期, 每次能提供4万5千只鸡给市场。 而今年预计只有5次的收成周期。 针对政府落实出口禁令, 鸡农并不赞成, 表示这只会让未来的情况变得更糟。 如果我们建设一个购买盘, 新加坡方面,鸡肉进口商此前已经努力增加额外鸡肉供应, 鸡饭业者表示, 他们接下来两个星期将使用冷藏鸡肉。 业者也强调, 一旦冷藏鸡肉用完, 到时可能转向巴西进口的冷冻鸡肉, 或直接将鸡饭下架, 同时预计接下来的销售额将受到打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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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欢迎回来 绰号长浦的33岁缅甸级罗新亚男子 被控犯下刑事恐吓 悄章勒索以及强奸等罪名 由于案件的关键证人在审讯期间去世 如否东甲推示早前宣判 长浦在不等于无罪的情况下获得释放 今天 马坡高庭撤销推示庭的裁决 案件交回东甲推示庭续审 马坡高庭法官 发现推示庭早前的判决有误 撤销长浦在不等于无罪的情况下被释放的判决 法官在判词中表示 虽然关键证人在没有完成辩方的交叉旁问下突然离世 但推示庭理应继续审理此案 在案件结束审讯时 裁决被告是否表罪成立 法官批准由佛警控署的司法审核申请 旧长浦抵触刑事法典第388刑事恐吓条文一案 下令推示庭必须在6月5号传召控方证人续审此案 同时不批准被告保释 上个月17号 东甲推示庭基于控方第6证人 在案件审讯期间猝死 后来宣判被告获得释放 但却不等于被告无罪 另外 被告还被控触犯刑事法典第506刑事恐吓条文 第342非法拘禁条文 以及第376强奸条文等罪名 既然单一名足处联赛运动员 日前涉及强奸18岁少女 警方已经展开调查 州政府发声明 表示不会对违反纪律的运动员妥协 更别说涉及犯罪活动 一旦发现运动员违反纪律 将会被逐出求对 吉兰丹代总警长 Dr. Muhammad Zaki昨天证实 警方已经逮捕了该名涉案囚员 以协助调查 掌管吉兰丹青年 体育及非政府组织事务的行政议员 Wang Ruslan表示 有关当局已经收到指示 对该囚员采取进一步行动 他在该州的行政会议 结束之后 针对求援犯法一事 对媒体这么说道 罗浮州一名华裔进驻公诊 被控在两年前 贩卖超过183克的安非他命 今天被控上麻坡高亭 由于证据确凿 法庭判处被告绞刑 另外他涉及的五项拥有毒品罪 全部罪名成立 每项罪名各监禁两年 法官德德博巴卡 是基于辩方 未能根据控方的证词 提供合理怀疑 采取被告罪名成立 根据控状 被告被控 在2018年2月 在东甲的一个住家内贩毒 抵触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 第39B第一款A项条文 一旦罪名成立 唯一刑罚是自刑 代表律师林春县 在庭上以被告式出判为由 向法官求刑 还表示 被告在服刑期间会诚心会改 要求法官侵判 然而 主控官妈妈阿斯法认为 毒品害人不浅 司法应该施以重刑 以示警戒 同时 法官也指出 被告曾在2014年 涉及拥有军火的浅刻 并非第一次犯罪 因此维持原判 林春县在休庭后表示 辩方将针对法庭的判决 提出上诉 斯米兰伊斯兰宗教事务局 今天上部 共处置36台 与穆斯林涉及赌博案件 有关的电脑 估计总值为10万令吉 同时 涉案的穆斯林 一旦罪名成立 将面临高达 主万令吉的罚款 斯米兰伊斯兰宗教事务局主任 达顿曼曼塞蒂表示 当局是在2010年到2016年 在中内展开取缔 穆斯林非法赌博活动中 扣查这些物品 他声称 被处置的物品 案件不和赌博活动有关 且根据1992年 斯米兰回教刑事法第79条 A款一项条文 在法庭所审理的案件 他也保证 斯米兰伊斯兰宗教事务局 将持续和执法机构合作 整对穆斯林涉及赌博活动 展开执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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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伸出援手 给予他们支持 关心彼此 共同关怀我们的社会 新闻结束前一起到纽约时装技术学院 看看以经典元素为主轴的服装展览 我是戴近航 感谢收看这一节的华语新闻 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晚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另一边在学校这些机会 Úонец到了 对 Rus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